名腔起跑 南投新一乡地利国小师生 今年的布农日过得很不一样 也因为每年的布农日 几乎多跟母亲节连在一起 学校因此首次将布农日与母亲节做结合 搬你爱我部落的亲子践行活动 希望透过活动 让家长跟孩子间的情感更亲密 你觉得今天的活动怎么样 很好 很开心 可以在今天的母亲节 可以跟孩子一起爬山 就是可以跟妈妈一起从部落走上来 然后就可以跟妈妈一起走上来聊聊天 我们希望透过爱我部落的践行 让亲子之间的感情能够更好 从学校教育扩展到家庭教育 每年五月第二周的星期五 是法定的布农族岁时即放假日 只要是布农族人 都可以在这一天休假 学生也不例外 不过为了要让这天过得更有意义 除了地利国小办理亲子践行活动外 民和国中也借着布农日的假期 带领学生做一日环保义工 协助清洁部落街道 要让学生怀抱感恩的心 也让假期过得更有意义 因为今天是布农日的岁时即移 学校为了让这个季节更有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就安排 社区部落的文化巡礼跟 尽早的工作 以前可能都是让学生放假回家 那我们这几年的做法都是让这一天 更具有教育的意义 不论是国小生的亲子践行 还是国中生的一日义工 有越来越多部落开始思索 除了办理岁时祭典外 还可以有更多方式 来庆祝这个专属于族人的假期 原事新闻No 南投信义 超榜报道